下面的四個溝通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也是要跟人們的官方溝通 那人們的官方當然就影響美國的官方 來推動我們議題會比較快喔 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於說往包圍這些話題 推動美國來動 那你看因為林志森這樣子推行我們這個論述 已經很多年 所以歐巴馬也是派軍隊到澳洲去 對不對 可能是跟我們推行這個論述直接有關係 我是這樣想要把中國包圍起來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就開始駐軍什麼那些 其實日本本來就有好幾萬個軍隊 你拍幾千個人到澳洲 這個象徵性啊 就是看起來比較有這麼一回事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不斷的把這個中國給它包圍起來 當然我們不講 我們美國官方不講包圍 我們就是說我們反正是保障太平洋地區的安全 就這樣而已啊 也是可以說反暴徒啊 種種啊 那我們的部分當然 我們用他們的政界來影響美國 那他也跟他們說那你亞洲的動作也該怎麼樣 所以我們很高興日本的市議員還有國會議員 願意出來跟我們談這個問題 我們也很高興 那個議長那個市議會議長也有來 我想他為了願意多教幾些人嘛 也應該是蠻不錯的 我們這一次去有這位先生 神奇奇會講日語嘛 他日本人嘛 那再來我們正知道老先生跟我們去嘛 他會講日語 那其他的我們就坐在旁邊 就很冷重的去假裝聽他們講這些 我們擺個樣子給他們看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主要是講華語還有講這個英語呢 所以我們就是擺出一個樣子給他們看 我們也在場 但是他們也很尊敬啊 所以我就在想他們願意聽我們談這些 比較涉及外交的關係 可見他們作為一個市議員 他關心的話題也蠻廣的 然後他那個辦公室那個會議室 小會議室齁 他牆壁上也有其他台灣團體的那些傳單什麼的 他也問我們說什麼證明啊 這個團體到底在做什麼 啊我就跟他們說 這個台灣證明運動這個也沒有錯 他就是要用台灣這個名字 他不要用中華民國 他不要用Chinese Taipei這種 我說我們說基本上他的方向是對的 但是他沒有方法 他就是喊口號而已喔 他那個高金素美也有傳單在那邊 還有其他的有比較唱到一些什麼西藏獨立啊 什麼台灣獨立這些 那其實台灣的部分就覺得說 那他是喊口號對不對 他不是用一個什麼方法 他沒有一個發黎的安排 那我們是要按照發黎去安排 因為美國有一個海外的一個管轄區 像波多里克他參加奧運會他就名正言順用波多里克 他不需要用美俗 波多里克島群 他這麼囉嗦的名字都不用 他就是用他的本名啊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是跟那個流亡的中國人他們的關係啊 他們回到金門馬祖他繼續用Chinese Taipei對不對 或是Chinese金門還是什麼 他是他本來是流亡到台灣 他現在離開台灣又流亡到金馬 那他可以雙流亡 Chinese Taipei是不是 我們他要用這個名字我們沒有意見 但是這個就很荒謬 我們台灣不需要用這個名字 我們就用台灣一個名稱這樣就 所以讓那個日本人開始有這個觀念 那一旦有事情開始運作的時候 他們在司會可以提出 馬上可以提出我們支持他們 或是我們歡迎這個民政府的人來參觀 還是我們現在組團到台灣拜訪這個民政府 其實這些都很有意義喔 其實很有意義 旁邊的人有在看我們說 你搞這些在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說我們裡面的智囊團 我們民政府的智囊團就是 中央決策委員會啊 他們提出來這樣一個想法展開跟日本 全面溝通順便跟美軍在日本 日本智慧隊這些全面溝通 其實這個用意也非常好耶 因為我以前我跑 在很早期的時候 我是為在台灣的外籍配偶 在跑很多政府官員的辦公室 很多單位來爭取我們一些權利 那個差不多是1994年 1983年開始 83年開始我做這個事情 那個時候我也感覺到 你就算去立委的辦公室 他想支持你什麼什麼 但是如果他裡面的那個辦公的人員 如果他不想做 你也差不多不能做 所以你要能夠跟那個基層的 你要說服他們說你的議題是應該做的 你的議題是正當的 你的議題是值得推的 你才推得開 那如果奧巴馬下個命令 那這些人都沒有準備 心不甘情不厭的 為什麼要配合什麼民政府什麼 喔這些人有來喔 這些人有跟我們敬一杯 這些人很好啊 那我們馬上派個軍隊夥群 幫忙把ROC送到金巴去了 這個也好啊對不對 他們知道我才做什麼 所以這個全面溝通我還是覺得 我還是覺得是好了 這個你是希望說我們的論述既然是對的 可以繼續往前走 往前走就是好像拿著一把劍 或是拿著一個火把 我們就可以繼續往前走 但是歷史上我們看到很多人推動議題 和故事輩有傳統的人士 達到18層監獄好多年 才能有一天人家終於說 喔原來你講的是對的 而這種歷史的故事很多 你就想到五六百年前的那個可白寧 他只是講說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就是一個行星 它是繞著這個太陽 我錄這個時候這個教宗對他非常的生計 所以這樣的說法不符合聖經 你今天問哪一個牧師 你說你告訴我哪一條是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都不知道 那個時候對聖經有一個標準的解釋 它的解釋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你要唱別的歌給你判刑 意圖推翻政府耶 對不對 因為這是我們標準的對整個世界的解釋的這個版本 你不能說別的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事情 你說跟他比起來 有時候也都是感覺一樣 因為人家的接受度在哪裡 不要說藍營不喜歡 很多藍營不喜歡我的論述 當然有一部分藍營 早期林志森就說了 有了那個藍營藍色的國民黨的 前面黨人家過來就罵那個林志森就說 你為什麼要推這個論述 你不早講 我花了好多錢再買到美國護照耶 你現在再講 我等你就好了 不需要這麼囉嗦 小孩子移民過來移民過去 雷志森就說了我抱歉 綠營 綠營反而堅持他的台獨理論 他的反對聲音也大 但是既然 聯絡國安理會 裡面有中華人民高和國 他有否決權所以 你台灣要進入聯絡國 我有一次問那個統計學的教授 啊這樣條件台灣進入聯絡國會員 他有幫我算一下 他算出來結果是0.00 我說跟我算的一樣耶 他是統計學博士耶 我是數學生差不多只有國中程度耶 欸我們算的結果一樣那是不錯耶 但是那個態度 喔不會啦 我們成立在成功再往啊 我說你所謂成功啊 使到海外的高級旅館吃喝玩樂 這個隨時每年再往 你募很多款喔我們錢花掉了喔 明年一定會看到成功 這首歌唱了20年 我只看你搖圍越來越粗啊 但是沒有看到你議題有什麼進展 所以啊我就跟他們講真話 他們聽不進去 那現在蔡英文已經沒有在講這些 而且他什麼時候在說什麼台灣獨立 網路上說蔡英文的如果當選 結果台灣有可能獨立 他是做夢阿扁都做不到 阿扁他整個歷史的過程 常要台獨的結論比蔡英文還要積極耶 阿他就說做不到 問題是什麼 體制內 體制內做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跑體制外 阿他們不願意 他認為搞體制內的 體制內的就沒有機會了 他一旦算是 他一旦算是 傑瑟倫 做他的過去所作所為 他有勇氣去推翻這個嗎 如果他要推翻這個 他必須跟我們研究 因為你要推翻這個 就像美國以前講過了 他說你要憲法改革合理 不要談到主權問題 哈哈 這個遊戲的規矩協在定 阿你還敢說你主權獨立 你每次要做什麼 美國說No 不可以 不行 那 碰到敏感問題 領土範圍不要談 全部獨立 全委獨立體不要談 好 那遊戲規矩協在定 那美國人跟他講說 你要不聽 好你不聽看看 我絕對有辦法制裁你 阿扁就鎖到他的烏龜殼裡面 不敢動啊 那蔡英文有阿扁的勇氣嗎 阿扁是個男人 他有當過兵耶 蔡英文有做什麼 坐在他的漂亮的辦公室 每天有人端茶給他喝 他有多少的勇氣 不要做夢 所以他就帶著中華民國繼續走啊 他們已經派人去跟中國溝通了 他們已經派人去跟中國就說 反正我們同而不合 合而不同 文字遊戲嘛 沒有意義嘛 反正很多報紙都說 中國將來這個金融危機出來的時候 連環倒閉很多銀行 他的問題才到了 你要參加他那個漩渦嗎 你要受到他的影響嗎 我還是靠著我們跟第七艦隊的關係 我們把這個海峽封鎖 你是你 我是我 你的難民也不要過來 對不對 我容納不下 你如果要游到哪裡 你游到美國東海岸 華盛頓DC那邊 你直接向聯邦政府申請政治庇護 我這邊 美國的管轄地 我不單獨處理政治庇護 或者難民問題 你去找那個 美國華盛頓DC 好 謝謝各位 再見 我們是跟他這樣說啊 我們以前也常常跟台股大佬這樣談這個問題 中國將來這些問題 一年給你中國人口十幾億 那小數目好了 一年給你一千萬個難民 那你作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一定要有政治庇護的政策 難民的政策 那請問你怎麼處理 一千萬個難民要來到台灣 他說沒辦法處理 我說那沒辦法處理就沒辦法獨立 你沒有辦法做 你無法負擔 國際社會所要求你負擔的義務耶 所以不要做夢 你還是在現階段 你還是要做一個美國海外的一個保留區 一個自治區啊 把這些難題 丟到美國聯邦政府之主理 你自己不要碰 這樣就很好做啊 他們聽一聽但是聽不進去 繼續唱他的歌 因為他唱他的歌 他唱歌